我之前順便再講一個常見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如果今天希望去沖洗照片的時候是用4x6 比如說這個4這邊6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可以利用剛剛的定義圖樣 其實定義圖樣主要就是什麼 你先找出一張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填滿 讓它全部填滿 等到它去沖洗完之後 那再拿來剪 不就是等於有8張的那個有沒有 4x6等於有8張 可是問題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如果用剛剛類似的這個概念的話怎麼做 OK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先知道說 如果我要把那個照片填進來的話 那如果沖洗照片是4x6 那我需要多大的影像大小 上個禮拜有講過 如果你要拿去沖洗至少要300dpi 也就是說每一英寸要300個點 300個像素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產生一張照片的話 變成說你這邊4要乘上300 對不對 然後高也要乘上300 那也就是什麼呢 你如果一張照片的解析度應該多多少 這邊應該1200吧 然後寬度畫的多少 1800 所以呢 我們其實可以利用剛剛這個範例好了 假設我要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一個小朋友 怎麼辦 我們上課啦 上課可能如果這個家長有疑惑 可以再跟我聯絡 把他背殼一下 其實應該給他打馬賽克 或者給他做一個變化 首先第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本來這張圖這麼小 50乘50 那我要改變的話 其實一樣 要不就是你重新開一個新的檔案 要不就是把這張圖做一個變化 做影像尺寸好了 影像尺寸你可以把寬度改成1800 但是它這邊會有個強制 底下變成1800 那實際上底下高度應該是1200 那所以怎麼辦 記得強制等比例這個打勾取消 這個如果沒有打勾取消的話 那如果你假設又再改1200的話 它上面又改成1200 永遠就變成無窮迴圈 記得要把這個改掉 這樣1200 OK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更改這一張的大小 OK 按確定 好 這樣子就是我們要的 這個就是我們將來要放到那個 就是沖洗照片這麼大 另外的話呢 因為我底下有變更它的尺寸 所以1800乘到1000個 這邊會顯示出來 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的話 當然我從網路上找 假設說我找了一張 不過其實還是有超像權問題 只是說這個我們是上課用 所以我是從網路上找到的 然後假設 不然我蠻想要用我自己的照片 只是說 好啦 先暫時借用一下好了 到時候再把它馬賽克 那如果說以這一張 我要怎麼樣把它定義成圖樣 可以把它放到這邊來 所以呢我剛剛有計算過了 它應該是要把這一張的高度 應該是把它改成多少 高度就是4寸至1200吧 1200除以2多少 600 所以這個600 然後這邊的話呢 因為要四張 所以1800除以多少 除以4 等於多少 450吧 450 OK 所以這張 這張很困難 450 好 那問題來了 這張照片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高度多少 高度多少 這個 其實你可以看 這個是 什麼 寬成高 這是寬 這是高 高現在是988 那怎麼樣把它改成 變成600呢 特別注意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影像有沒有 直接影像大小 最快 然後把高度有沒有 把它直接改600 OK 不過 特別注意 取消一下 記得 這個地方 就一定要強制等比例 因為如果你沒有強制等比例的話 它變成什麼樣 它變成 它沒有跟著變 那可能 它的高度變了 但寬度沒變 會變成變形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比如說 我剛強制這個沒打勾的話 高把它變成600 那你有沒有看寬沒變 按確定會變怎樣 變得有點 怪怪一點 好 盤錯Z 盤錯Z 記得應該是 影像裡面的影像尺寸 然後 把它這邊高度 記得強制等比例 這個一定要加 然後這邊高度600 按確定 好 這樣子OK 可是問題來了 另外一個尺寸不OK 哪個尺寸 這個600OK了 這個現在是 466多16 那怎麼辦 其實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怎樣 你用影像裡面的那個板面 板面尺寸重新調整 這邊把它改成450 要不另外一個方法 我比較習慣 我用哪一個呢 工具裡面 你會發現有個工具叫什麼 叫做剪裁工具 有沒有 剪裁工具 那剪裁工具的話 我只要在這邊輸入多少 我預想的這個寬度 寬度多少 450 然後高度的話 是600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去拖拉 這個 把它採檢 這邊把它框起來 放開 它就會幫我得到一個 我希望的大小 就是剛好 框框就是這個 400、500跟600 那我只要怎麼樣 再用移動工具 或者你直接在這邊把它移動 或者用上下左右鍵 移動一下 把它擺中間 有沒有 移動 上下左右移動好像比較精確 好 這樣大概是這樣 把它打勾 看一下 你會發現 目前的尺寸就是什麼 450乘上600了 有沒有 這張尺寸就OK了 那我們再把這張圖做什麼 編輯定義圖樣 定義成這個 它的名字都上來了 它什麼都拍的 OK 按確定 然後我們再利用剛剛的方法 把這個編輯裡面的填滿 把剛剛的這個小朋友 把它填上去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也許你找一張大頭罩 然後做練習 畫面先黃給各位一下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 或者是說網路上 找一個練習的也OK 找同學 因為現在反正大家都知道戴口罩 戴口罩做練習 然後其實當然如果你要把那個 盖頭罩拍得漂亮 最好其實還是要打光一下 光線要透 第二個的話背景 盡量用同一個顏色 最好就是用白色的 找個白色的牆 也許你用下白板 可以把它做個練習 試試看